燈號轉黃 白色轎車不但不踩 煞車反而油門猛吹 窮窮窮 只見它左轉到一半 旁邊的耗子已經轉綠 但這時對象機車進闖紅燈 也是嗆快狂衝 下一秒騎士猛撞白車車尾 狂炸 猛噴出去 人車分離 一路滑行翻滾 讓民眾全嚇壞 綠燈不敢走 待了原地 看來摩托 撞到 撞得很厲害 蹦超大聲 撞得很厲害 人躺在地上 然後之後起來就走 人還可以跑 我就覺得還蠻遲的 機車被撞噴車 可破裂 經銷進機刀場 發現騎士竟已經步行 離開現場 是否有喝酒 身份為何 還有待調查 但不知台中 吐車也上演 驚悚瞬瞬間 29號晚間 轎車行進吐車明德路 本來開在路中央 好好的 下廟進方向盤 望右一偏 往路旁狂衝 整輛車騎上路邊機車 轎車車體整個飛起 停放路旁的28輛機車 無辜遭殃 瞬間如故拍刀一片 轟然巨響 嚇壞居民 全部砲出來查看 轎車連環猛撞 28輛機車 現場漫目穿移車體 東倒西歪 畫面曝光 網友熱議指呼 這是8家9駕 佛克斯對決30台機車鎮 這是鬥地 為何撞到這麼離譜 架式斷工程 它是為了閃避動物 採釀火 記者姚立強 黃昀蘭 台中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